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 指责抹黑中国国防政策 正常军力发展和正当海洋活动 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 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 处置核污染水 停止强推排海方案 在同利益攸关方和相关国际机构 充分协商并达成一日之前 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如果日方执意将自身的私利 凌驾于国际公共利益之上 执意要迈出危险的一步 必将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 留下历史污点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希望相关方保持对话谈判势图 为尽快结束冲突 早日实现和平积累条件 这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支持 俄乌对话谈判进程 争取谈出更多积极成果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于今天 致电美国总统拜登 就拜登总统感染新冠病毒 致以慰问 习近平主席在慰问店中表示 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 请向你表达诚挚的慰问 望你早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